我心疼的祝你 一生也有个面目 每天 情 啊 啊 啊 民国百年金居民角也要齐聚舞台 演出金居人的百年历史 今天为海敏、唐文华、温宇航、朱胜利等人 以一身帅气的白色长山汉围巾 为国光剧团新编舞台剧 百年戏楼演出精彩的戏中戏片段 百年戏楼时空从百年前梅兰芳的南旦时代 到文革前后样板戏时代 并以一出白蛇传的戏中戏交错时间 呈现金居人百年来的繁华与沧桑 挑战更大 因为我们的演员是基本上是传统表演戏剧演员 那么只是说有些新戏接触了现代的表演艺术 但是让我们接触舞台剧来呈现的时候 然后在百年系统里头有戏中戏中戏 所以有更多的在现实面以及在怀念以前的这个历史的过程 在金居这个走向越来越越越像 迎向未来以后 很多的新的朋友给了很多注入了新血之后 它的新的面貌 所以在我们来讲的话挑战非常的大 就曾经现在我们看就流行文化这么有风采 这么活在年轻人的当代 金剧曾经在百年前就是这种姿态跟社会对应 就是现在讲开进程车的人会唱周杰伦的歌 会唱会唱谁的歌 可是那时候就是拉滑摩车都会唱戏 所以它变成是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 4月22日起将演出的百年系楼 让金剧名角唱金剧也演舞台剧 希望以创新形式吸引更多年轻族群 台湾警报记者洪秀玲 许晨璋采访报导